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在中国TVBS关键时事不打烊 我们持续带您来了解 在台湾重要的新闻时事 当然现在是 接下来就中秋连续假期了 不晓得您现在是不是已经 开车回到家里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的假期当中 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到 还是要注意防疫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 其实都要去玩 像我花莲的老家那里 很多的民宿现在都已经 据说都已经预定都已经爆满了 所以在阶段期间当中 有关于防疫的疫情的消息 还是大家很关注的 这里头就包括了 最近其实一直受到讨论 说实在我个人还是蛮敬佩的 我都没有想到 但是因为我没有打高端疫苗 这就是四叉猫 网红四叉猫在先前 他自己自费去验了高端的抗体 那么在验这个抗体之后 发现他的抗体数字偏低 所以他公布了他的这个 有关于他的这个抗体的 这个检验的结果 当然在这里头我们知道 其实在他的这个之后 也有台中也有网红 他们打过高端 他们也是一样的抗体 甚至他跟有人比较打 AZ跟莫德纳之间的抗体 当然这里在YouTube里头 有很多的网红 他们都会异想天开 或者是有特别的创意 他们确实去对于各式各样高端的争议 打高端跟没打高端的 那么虽然我们现在听到的好多 包括卫福部 或包括很多的一些的专家 包括一些医生 都在描述着他们看到的 这些抗体资料 国外的资料 但是打在我们身体上 这些网红确实是 急知急行去做了 但是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好像看起来现在眼前 有一个新的争议来了 就是有关于卫福部 他们发函 这里头要求说 要来查一下 这个查究竟他们去验抗体 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里头 台北市卫生局对于4X猫 它的这个去核心 所以现在他们要求 核心这个检验机构 要提交说明 甚至有传出说 有没有可能会评估要开罚 当然可能不会罚到4X猫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头 究竟民众自费去验 打完他们疫苗之后 验自己的抗体够不够 这个事情违不违法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自费验又不犯法 因为又不是伤天害雨的 部分的事情 那么这里头有 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其实我知道最近有不少人 很想知道自己 有没有所谓对于抗原的 这个抗体力 对于特别是Delta 所以在网红出现之后 我听说我自己认识的 网路朋友里头 就有人真的跑去验了 也有现在一些检验所 他们就不验了 我们在讨论之前 我们先介绍今天的两位评论嘉宾 首先介绍资深的评论员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寒冰 另外新闻是语言议员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么我们提到的 有关于这个抗体 寒冰我们其实都评论了很多 高端疫苗 当然我们没有打高端 但是真的真的有人 不是医生在看资料 他们真的就是验 但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卫福部 或者是政府部门当中 对于这个事情 你知道有点在意 对于高端疫苗的真相 被民众自己揭发 你预期接下来无论卫福部 或者是台北市卫生局 他们可能会怎么做 会不会他们两边的做法 看法也带不一样 那么民众的部分 究竟验抗体 你个人的态度是怎么样 支持吗 我认为说应该之前有验过的 他大概就算了 但是他现在会去发出这样的新闻 其实意思就表示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他目前是倾向于叫你不要去验 向你一下 柯文哲说自费又不犯法 也不是上天下里的事情 老讲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其实他犯法 怎么说 犯法的不是自费去验的人 而是帮你验的诊所 那个机构 对 为什么呢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也不要都讲说 好像这样做都是没道理 其实阿力这个法本身是有道理的 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有很多诊所 他常常会 因为病人不懂 然后医生因为诊所就告诉你说 你要不要验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就莫名其妙 让你做了一堆检验 结果你就花了一堆冤枉钱 然后检验完卖你老健病 是 所以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拿那个数据又出来吓你 对 你知道 以前常常有诊所会这样干 所以后来医师百合 就有这样一个规定 结果是他没有开放 你做的检验你不能做 原来如此 他的目的其实本来立法的 利益是良善的 是要保护病人的 怕你被人家乱检验 然后乱消费 可是现在反而他拿这条 回来变成卡住大家 让大家不去验抗体的一个理由 因为过去你是要保护大家 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现在民众有没有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抗体的权利 其实应该有 对不对 因为我打这个疫苗 我是不是合理的 我应该知道他有没有效 那万一他没效 我以为他有效 那我因为这样子 我放生了我一些防卫 或是对自己的保护 到最后倒霉的还是我自己 没错 所以民众应该是有权利 知道自己到底没有抗体的 实际上 防疫准备的东西自己都说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机师 他当初不是说这个抗体检验 有开放给机师吗 对 结果他开放了所有机师之后 定期要检验 因为当时他们很担心 机师会出现破口 对 所以他们发觉 我们几千个机师里有七个人 完全没有产生任何抗体 完全没有产生任何抗体 所以这是有的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不是讲哪一个疫苗 哪一个疫苗都有可能 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都已经 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那你更应该开放民众剧业 因为这是民众保护自己的权利 你现在不开放给民众剧业 等于是让民众丧失保护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我觉得过去你当然是保护 但是这个东西你可以专案许可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 你可以说你其他的那一顿 我没有开放 可是这个等于我可以开放 我可以开放给一般人使用 但是防疫绩的那一顿 为什么不开放 为什么不开放 韩片你去谈之前 我印象我们在共同节目里头 我们都讨论过 其实现在要验证 有关于疫苗这件事情 一个部分是查有没有病毒 对吧PC 另外一个我们都知道国际上很重要 就是你查有没有抗体 而且查抗体甚至是最关键的 对吧 因为很简单 你不要忘记我们的高端疫苗 它是靠免疫桥接 它就是用综合抗体效价 来作为它能够成为疫苗 能够拿到EUA的依据 所以它能不能产生抗体 对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 那实际上也不只是高端 其他的疫苗也可以测 因为你打其他疫苗 不管你打AZ 打Modernal 打BNT也可能不会产生抗体 也可能你的体质特殊 那这时候你是不是要去 加重其他疫苗 所以照理来讲 正常的话 政府应该要开放这一条 让大家去做 那第二个如果我是高端 我是高端的话 我会要求政府赶快开放 为什么 因为高端过去这边的够病 就是你拿的是EUA 你根本没有做完该做的实验 那这个时候我是高端 我对我自己的产品这么有信心 我是陈燦坚 我会拜托政府赶快开放 做这样的检验之后 大家都一检验就发现 我的抗体都比人家高 对 如果有信心的话 马上大家对高端就有信心了 不会跌到下一天打个几百人这样子 搞不好一天就几十万人 大家都抢着来打我的高端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疫苗 我拜托陈燦坚 你们高端所有的人 连家安你们这些人 不是平常都很会吹吗 不是都很会讲吗 赶快集体上书要求政府 赶快开放这个抗体检测 因为这是让你高端分身的大好时机 对 其实这里头不得不说 现在我是蛮钦佩这些网路上的年轻族群 我不觉得他们在搞怪 像包括像四叉猫 我觉得在网路上 特别包括在绿媒 绿媒的媒体里头 那么多其实都在弘扬高端 东讲西讲 照理说也那么多人打高端 可是倩倩真的有在媒体里头 那么多人我也没有听到有谁 或听到有谁去思考 或找到高端人来验抗体 我个人是觉得这些年轻人 我还蛮钦佩的 至少我没有想到 特别是像包括其他网红 也比较了不只到高端 所以他不是批评高端 他也对于AZ跟莫德纳 其实都有在检测 事实上有关于抗体这件事情 我们也知道 在日本方面 其实是有抗体检测站 因为刚刚讲 有的是检测病毒 可是如果你是没有症状 比如说我没有症状的人 你怀疑自己 你是检测病毒 你本来就查不到病毒 所以你要怎么办 所以在日本 有一些人会认为说 他可能没有症状 但他也怀疑自己 所以他们就是去查 身上有没有抗体 无论他有没有打过疫苗 所以这里头都是开放民众来自费的 这是在国外我们看到的做法 他甚至设待池袋东口 如果去日本东京旅游 直到池袋东口 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 所以这里头非常多人 所以是非常方便 可以直接在地铁口就可以坐 但是没想到现在在台湾 我网络上有人批评 你看塔律班 批评民进党 现在对位如果是自费 来验抗体 竟然有可能会违法 在这样子的过程里头 有关于行政 刚刚其实韩冰解释了 有关于法令上当中 确实还是有过去的法令 是为了保护民众 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特殊状况 这里头不免要思考到 在很多行政的程序的法令规范当中 请教员之 法令规范当中 其实这里头往往跟现实当中 很多落差 特殊时期 像在疫情时期 有太多太多想象不到的状况 这里头可能有很多有应变 民众的一些权利 或者是政府的一个行政命令 就开阀或等等 造成了很多的冲突 你觉得现在有关于 你个人从明代的角度 你觉得像这样子的行政措施 跟民众之间实际需求的抵触 或落差 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跟调整 我觉得政府应该赶快开放 我觉得如果说 他今天要去罚那个诊所 是因为兵哥刚刚讲那个理由 那个理由其实在这一次 四叉猫他们去验抗体 是完全不存在 因为政府你当初立法制 是为了保护民众 可是现在是民众自己 想要知道 吃到自己 身体里面有没有保护力 这是我们的自主决定 不会被医院骗 而且我觉得现在去验抗体 就跟我做身体检查一样 我平常会做身体检查 了解一下我 譬如说我有沒有高血压 我没有其他的问题 对不对 干嘛 我要保护我自己 我是不是要增加运动 或者是我要去治疗 这是我对于我身体 有没有保护力的一个了解而已 这个诊所其实是站在 帮助民众的角度 所以政府你如果是跟民众 站在一起 你去挡这件事情是太奇怪了 我觉得是太奇怪 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那你为什么要挡 你是不是害怕 是不是心虚 是不是害怕有一个小男孩 戳破了国王的心意 戳破了高端的秘密 没错 是不是有人打了之后 觉得非常高兴 一验我没抗体 你是不是担心这件事情 否则会觉得你挡得没有理由 你看我们观察很多 最近也有发生另外一个新闻事件 就是 不管是政府还是民进党就宣布 他就说我们的高端 已经在 已经获得WHO的赞助 要到哥倫比亚去做战气实验 这件事情 不是高端自己公布的 好像是民进党还是政府 去帮他公布的 结果高端照照理来讲 他如果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赞助 应该理直气壮 应该很高兴才对 结果他异常的低调 为什么 因为他好像很怕人家知道这件事情 仿佛好像不愿意做这个三期实验 他害怕说做了三期实验之后 发现原来他没有保护力 他觉得我干嘛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高端基本上在台湾 是还没有做到连二期 二期都没有 所以大家戏称说是1.5期 可是他有差吗 他没差 现在不是还是给国人施打了吗 大家不是很多人 都把手臂拿出来去给高端打 所以他觉得我不用做到三期 我也可以打 到时候三期我做出来 万一没有保护力这个事情 被全世界都知道了 他连现在台湾这边都没办法打 所以他好像很 他非常低调 所以这一切一切一切 都会让你更加的怀疑说 高端你到底有没有保护力 所以我非常赞同兵哥的说法 如果政府你真的挺高端 或高端你真的 你认为自己是一支好的疫苗 你就赶快 你就开放所有诊所 如果说到时候 有非常多的网红民众 帮你贴文说 我打高端保护力超强 那你不就是等于是有一种 口碑行销吗 口碑宣传 大家会更想去打 你到底在怕什么 政府在怕什么 你越怕不是越起人一斗吗 然后再来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陈时中或者是CDC 每次遇到高端的问题 都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有一点点 说不出的难以启齿 或是会有一些恼秀承诺 我觉得上一次 大家还有印象 有记者去问陈时中说 那个食药署在审查 高端的那个批号的时候 好像不连贯 是不是他有致承不稳定的问题 陈时中也不认真回答人家问题 第一时间讲说 我就告诉你我忘了 然后隔天就说 你问这个不健康 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这不就跟这些事情 你把它连在一起看 好像都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感觉 而且更重要的难言之隐 这个当中跟民众贴身的反倒 反倒其实有 这应该不是应该是很自然 正常的事吗 你政府也不能有难言之隐 你这个是攸关大家生命安全 你就是要公开透明 你越怕大家越质疑 然后再来就是 我刚刚看到钥匙在酸 他酸得很好笑 他说有一些以爱国心 去打高端的人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都不跟你讨论科学 我们有时候讲高端 不是唱出来的 是讨论科学 因为他毕竟就是没有做完善情 他是用免疫桥接的方式 去得到EUA 这个本来就可以讨论 可是有些人就是用爱国心 怎么样 你不爱台湾是不是 台湾后腿 这不是 台湾好 如果说你是用这种心态 你不爱去打高端的话 那你就不用验抗体 为什么 因为你这种想法 就跟用爱发电一样 就是你不去 你也不在乎抗体 对 你不在乎抗体 你就不用去扯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国人 还是在乎抗体 所以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开放 其实刚刚韩兵讲的一点 其实我是很支持的 就因为在国外 有真的非常多例子 就是说我们不要讲高端好了 不只这类高端 确实国外有很多例子 他打了莫德纳打了BNT之后 因为他个人体质的关系 所以他那部分的抗体的表现 相当弱 所以这个就要特别注意 并不是我们现在觉得 打了莫德纳打了BNT 这些非常厉害 我们不讲高端 打了之后 你就真的像五滴铁金刚一样 里头抗体重生 真的很难说 所以其实在国外都知道 如果有任何 你打完疫苗之后 真的要了解 特别你有特殊的状况 特别是比如说 你有一些不良反应 马上第一件事情 就是检验你的抗体 包括现在在台湾的 医疗体系的SOP 因为一检验抗体之后 有时候如果你的抗体的状况太激烈 就你的免疫系统 真的太激烈的时候 往往这里可能也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所以这里头我们来看 其实有关于这里头 包括胸腔孤医师苏一丰 他其实也提到说 打完国产疫苗 验什么抗体浓度 你要有些医生 他们其实也都是 还是这种政治思路 所以在台湾真的是 其实是民众为了自己的权利 想要搞清楚自己 甚至对于高端 说不定也不是个坏事 如果他的抗体能够好的话 但是这里头 任何现在台湾的民众 保护自己的动作 也都还是会被染上了 这种政治的争议 所以刚刚其实韩兵 我们最后这一广告题 还是简单的时间 现在对于有关于高端 跟抗体之间 现在真的是有点在网路上 很热络的讨论 有在流行 你觉得这一波 是不是一般民众 像我自己接下来 可能要打BNT 我也很想知道 我的抗体怎么样 这个会不会慢慢会变成 一个普遍的反应 其实很简单 对现在年轻人来讲 很多事情 我如果能够直接 就能够得到答案 你就不用去乱猜 因为现在你说高端 到底保护力多少 因为连高端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他谁也没做完 所以在这种 大家都莫衷于是的情况下 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自己检验 检验出来 他在我身上产生很多抗体 我对他就有信心了 所以我相信 只要你开放很多年轻人 都想要去试试看 甚至老实说 刚刚袁臣也讲 这样子不是反而 我甚至如果我是陈燦坚 我会出一笔钱 这样请很多网红 你们打了高端之后 你们全部都去验 验出来证明我的抗体非常多 像新北市有一个议员 我不知道袁臣应该很熟 就是张志豪 志豪就去验 他说他打高端之后 抗体很高 那很好 那不就很好吗 但是我老实跟大家讲 这样只是让人心安的一种动作 实际上 我告诉大家实情是什么好不好 也就是你验出来抗体高对不对 但它可能没有任何意义 你懂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第一个 你抗体其实没有办法对比 除非是同一个实验室 在同一个条件环境之下做了 才有对比的意义 不然没有对比的意义 第二个我必须说 就算有抗体 抗体是产生的 抗体不一定能够对抗病毒 这是两回事 也就是说 你可能产生了很多抗体 可是这些抗体到底能不能打仗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因为很多你知道 比如说像一开始高端 它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针对Alpha病毒 所以它一个完全针对Alpha病毒 研究出来的疫苗 它如果遇上Delta病毒的时候 它就算抗体很多 可能完全没有效果 没有不见有效果 可能没有效果 不晓得 不一定 很难讲 所以其实抗体多不多 只是让人安心的作用 而不见得代表它真的有用 但是无所谓 因为现在反正 至少这个可以证明说 高端确实会产生抗体 这不是也让很多人安心吗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要赶快去争取 让政府开放 第二个高端过去不是 也费了很多力气 找了一大堆名嘴 什么各种人 甚至找一些什么学者专家医生 不是一直到你高端场去参观吗 对 那与其说去参观 老实讲参观也看不出一朵花来 一般人也看不出什么门道来 真正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赶快开放检验 然后高端你就花一笔经费 请那些所有打过高端的 这些网红 这些名嘴 全部帮你去验 验出来之后一字排开 这个拳不了人的 对 那个抗体全部出来 每一个看起来抗体都很棒 那不就证明高端 至少是会产生抗体的疫苗吗 所以赶快去做这件事 当然其实卫福部 也提醒观众朋友是这样子 对于你验 即使像四叉猫 你验出了这个高端的抗体的数值 一方面刚刚还没说到 对于Delta跟Delta 这些不见的抗体浓度高 都一定适用 二方面究竟什么样的标准 跟你每个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体重是胖是精 这样多少的抗体 这个数值标准 其实都还很难讲 是高是低 你可能真的很难说 虽然你可能国际上有很多资料 跟AZ比跟莫德纳比 但是这种状况的解读 还是需要专业解读 这方面提醒很想 包括我自己在内 很想去验抗体的朋友 都要多注意 那么这是有关于 高端疫苗抗体的争议 那么另外有关于林长佐 提到疫苗 最近在万华地区 这个清零出场的这个讨论 好像感觉起来 也受到很多主意 你是不是还记得 或你已经忘了林长佐 那么多了 紀元 中国你不放心 有关于了 这个讨论 后来 会 危 有关于